大家好 我是Dan 有一个女团的MB在回归前一天 突然收到被MNET进播的消息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马上来看看 2018年出道后 一直都以健康 活泼 可爱为主要风格 进行活动的Nature 在这次的回归新区Erdine 却以残酷童话的概念 挑战了恐怖 性感的风格 但是在第一次公开的预告片里 能看到几个在韩国 在韩国 稍微有点危险的几个部分 首先是很多剪刀浮在空中的这个部分 然后就是在浴缸内 脱皮摸鱼切脸的这个部分 好像是沾满血的衣服 这个剪刀太危险了 这个 因为这几个部分存在模仿危险 所以MNET就判定此MV不可播放了 因为Nature这次的新歌是由 从YG娱乐独立的Kushi 以及人群作曲家 Ida Nyopchaki参与制作的专辑 所以对于MV进播的消息 粉丝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不过所属公司已经声明 将有问题的部分已经修改后 重新进行审议了 所以应该马上就能看到 修改后的Odine MB的 希望Nature这次的全新风格 能够受到更多K-POP粉丝们的喜爱 拿下非常好的成绩 下一个消息是 前一阵子在Tweet公开举集 买版歌手后 收到很多网民们大力支持的 Plugbit Park Young 当时被点名的歌手们 都通过竞技公司发表声明过 会对Park Young毫无根据的造谣 采取法律手段的 今天 韩国警方最终判断 Park Young确实有散播不实谣言 会在一周内以不拘留起诉 将Park Young移送到检方的 这也就是在说 因为不是以民运毁损 而是以散播不实谣言被起诉 所以 韩国警方是认为 被Park Young点名的歌手们 并没有买榜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民们的反应 是真的有调查吗 不是还有内部高密的人 怎么会这样 真的是狗话 以后谁都不敢说什么了 买榜的人也会更光明正大的买了 但是也有部分网民们表示 应该就是没能拿出证据吧 这不是当然的吗 不能没有证据就随便乱说 所以 是真的没有买榜呢 还是买榜 真的查不出什么证据呢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前几天以兴趣 还桑桑桶回归的爱情文 一回归就在全世界 31个地区的iTunes 拿下了K-POP专辑榜的一位 反应非常激烈 然后在上个礼拜 爱情文成员金明珠 正是在NBC音乐中心 以主持人出道了 而金明珠就在第一天主持的节目 就创造了横扫韩国论坛的名言 金明珠 Angel 恰你一听见 听不到这个声音吗 现在onlyoneoff们焦急的在叫我 他们叫的不是明珠妮 而是Angel 唉 大家好像还不知道 在节目结束后 这句话 在韩国论坛引起了非常大的热议 而且几乎所有的粉丝频道论坛 都二次创造了斗敏居的影片 一回归就带给粉丝们路人们幸福的 金明珠爱情文成员们 希望这次的回归活动也能健康完美的 再拍一下 这次回到韩国论坛的位置 你把人一起去談 BlackHop 看到里面更好的 已经成绩了 谢谢大家